谢氏听到傅明华说起这话 眼睛就眯了起来 雨水落在她的脸上 顺着她白皙的脸庞往下滑 她咬了咬牙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事 她从未与傅明华说过 一个养在深归的女儿 又是怎么会知道 崔贵妃与荣妃的判算的 难道就因为当日夫人 说了那句话 你也记在了心头 当时白氏无意之中透了口风 谢氏回去细细琢磨之后 便打干不对头 可是傅明华是怎么知道的 她难道就从白氏一句话 便推算到了这么多 上次结识 祝国公府的魏敏珠 对我一脸嫉妒 我便肯定了 傅明华目光温和地望着谢氏 所以 母亲要为了贵妃娘娘 便是要为了贵妃 便是要为了成全娘娘 而将我费了 她这话 语气并不伶俐 却是谢氏心慌意乱 张不了口 想要费我 使荣妃不再看重我 便只有母亲的死了 谢氏一死 尤其是以这样的方式死去 傅家人必定会被人上纵 哪怕傅侯爷人缘颇好 也定会有崔贵妃与谢家的人 从中插手 傅家必定会遭到皇帝厌恶 谢侯也定会迁怒傅明华的 待到往后 傅明华续贤进门 依傅家对傅明华的厌恶 再有江州谢家的不闻不问 傅明华这个嫡长女 还有什么价值 不 谢氏拼命摇头 江氏听了傅明华的话 手里的伞一时撑不住 坐到了地上 溅了许多泥水 瓢泼大雨 洒得谢氏一头一脸都是 她却像是感觉不到似的 贵妃娘娘说 说会保你的 她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傅明华低了头 捏了帕子 挡住了勾起的嘴角 灯光之下 她眼皮下垂 两排睫毛将眼瞼之下 打出根根阴影来 谢氏甚至能从这阴影中 看到她笑起来时 露出的浅淡卧残 滋疑动人 母亲心里清楚得很 贵妃娘娘会不会保我 催贵妃若是保她 岂不是护住了她的身份地位 那这样谢氏死不死 又有什么干系 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事 谢氏到了此时 也还要自欺欺人 谢氏有些困难的开口 那 那你为什么还要想办法 将我 救出来 这样的事 对于傅明华来说 并不简单 她得要冒多大的风险 更何况 她刚刚也说了 安嬷嬷已经殉主 能够称得上安嬷嬷主子的 也就只有自己了 也就是说 傅府之中 必定也会有另外一个 谢芷元 已经死了 安嬷嬷才会殉主的 至于 那个死去的人 谢氏目光落到了江嬷嬷身上 元岁之前 江嬷嬷便回了江州 那时说她家里有事耽搁了 直到此时 谢氏才回过位来 恐怕 傅明华早就怀疑自己 布下了后手啊 可既然府里的谢芷元已死 对于傅明华依旧是不利的 她做出这一切 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应该让自己活着 才是对她更好的吗 傅明华此时看清了 谢氏有些沉重的语气下 隐藏着的意思 她看到后头 会侍候着谢氏 货送她回江州的人已经到了 只是看到母女二人说话 远远地站着 天色已经不早了 她得赶着回长乐侯府 傅明华侍已将嬷嬷等人 上了马车 车帘放了下来 透过薄薄的纱窗 她能感到 谢氏的目光仍落在车上 不为什么 她缓缓地开口 谢氏愣了一愣 当她是顾念母女之情 不忍自己死去 才费心尽力安排了这一切 除此之外 谢氏实在想不出 傅明华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甚至冒险 亲自将自己送出了长乐侯府 傅明华含着笑意的声音 从马车里透了出来 只是因为 我要你好好看着 哪怕是没有了你 我依旧会好好地活着 谢氏浑身一僵 看到赶车的马夫 已经抖动缰绳 马儿开始拉着车 缓缓前行了 傅明华坐得端正的影子 从细纱窗中映出 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过来 再看自己一眼 只是要你活着 用你的余生好好忏悔 好好看着 你所维护的家族 是怎么分崩离析的 她的声音温柔 但清静谢氏而理 却让她浑身直打哆嗦 这话与其说是怨恨 不如说是诅咒 那种从骨子里 透出来的寒意 让这一刻谢氏的心里 百味沉杂呀 她像是被寒冰包裹 冰冷从她脚下 穿进她四肢百骸之中 她头晕眼花地 看到傅明华坐得笔直的身影 从自己面前 随着马车的走动 而渐渐移动 直至消失到谢氏 只看到车厢的后头 傅明华的话 却像是缠进了谢氏心里 马蹄抬起时 拨出的泥水 仿佛在这一刻 以极缓极慢的速度 定格在谢氏脑海之中 她只听着马蹄声 与车厢摇晃的声音 再也听不进其他的了 她身体一软 缓缓地倒了下去 车子渐渐跑得更快 碧蓝趴在窗边 转头去看 惊呼 少夫人昏倒了 傅明华却连想要 转头去看的意思都没有 从今以后 那就是谁也不再欠谁了 谢氏生他 给他一条命 他就谢氏 也还他一条命 两人再无相干了 娘子 江嬷嬷原本想问 傅明华为何要大费周折地 将谢氏送出城 可刚一张嘴 又将原本要说的话 咽了回去 拿了斗篷 披在他身上 回去要些时间 娘子睡会儿吧 傅明华摇里摇头 安嬷嬷 等真 江嬷嬷看他不睡 又不想他再为谢氏伤神 便转了话题 傅明华轻轻地摁了一声 嗯 他若训主 祖父才会相信 他是真的伤心到极致 生无可恋了 同时 安嬷嬷也是希望 能在傅家大闹一场 给他们争取时间 好让谢氏 能够顺利地离开傅府的 马车里 江嬷嬷尽了声 眼眶中似是有泪珠滚动 若是有一天 他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会如安嬷嬷一般 只愿求傅明华 长长久久地活着 回城的途中 不知是不是下雨的缘故 天色漆黑一片 远远的就能看到 城门口前点着的火把 排队的人已经排到 办理开外了 照这样的速度 哪怕是能进得了城 但恐怕天色 也是大亮了 江嬷嬷扒了纱窗 往外看 有些焦急 若是亮出了 长乐侯府的招牌 倒是能快些进城 不过如此一来 行踪也就暴露了 外头雨渐渐小了些 天色渐渐变亮了起来 江嬷嬷忍耐不住 撩开帘子起身望出去 哒哒哒的马蹄声响了起来 江嬷嬷还没回过神 一队约十三四人的队伍 朝城门方向急冲而来 江嬷嬷养出的半边身体 被马蹄溅起泥水 喷了一身都是 傅明华这头拉车的马 受到惊吓 开始有些不安的 跑起了蹄子 江嬷嬷赶紧抓住车厢边缘 稳住身体 心中暗到了一声晦气 拿了帕子 正要擦裙上的泥点 那为首的人 却一勒缰绳 停了下来 后头的人紧急勒住缰绳 堪堪也停了下来 那为首的人影 驱着马蹄 朝这边走过来 居高临下的 打亮了江嬷嬷一眼 又看了看这辆马车 傅的娘子 这可真是冤孽了 江嬷嬷后被冷汗 刷的一下便躺了下来 若是傅明华被人发现 下场可难以收拾啊 他千算万算 没想到在这样的凌晨 竟然自己只是探出身体 来看一眼外头的情景 便被人发现了 若是因为他的原因 而使傅明华遭人发现 给他引来麻烦 江嬷嬷绝对不会原谅自己 这一刻 江嬷嬷脑海 虽闪过不少念头 他甚至想了要敌死不认 却没想到 傅明华听到少年的声音时 竟然叹了口气 半晌之后 他将车窗口的纱帘 撩了起来 看到了骑在马上 双手握着缰绳 正含着笑 看他的三皇子 他应是连夜赶路而回 并没有以往傅明华看到 他使得雍容尊贵 反倒戴着风尘扑扑之色 身上穿着的黑色胡服 已经被雨水淋湿 贴到了他的身上 发梢还在往下滴着水 脸色苍白 使他的笑容显得有些阴冷 他的出现 带来一股远比清晨的寒意 更深的阴冷感觉 他双腿一甲马腹 来到车厢边缘 居高临下 望着傅明华看 那勾起的嘴角 带着玩味 与傲然的感觉 烟椎的靠近 使傅明华闻到了 马鸽与铁锈的味道 不知是血腥气 还是其他的 两人都极为有默契地 没有问 对方为什么会在此地遇到 烟椎扬了扬眉梢 建成 傅明华点点头 烟椎将身体抚了下来 几乎压到了马的脖子 我带你进去 他离得比刚刚更近 傅明华能清晰地看到 他脸上的水珠滑落到下巴 汇聚成水滴 缓缓往下落 最后 没入他紧贴在身上的衣裳里 多谢三殿下 他冷冷勾了勾嘴角 随即一言不语 嘴里轻喝了一声 驾 那马便麦提往前冲 驾车的车夫随即也跟在了后头 烟椎身后的侍卫 手里高举着代表烟椎三皇子 那至高无上的身份御牌 守城的官兵迅速让开 一行人冲进洛阳城里 烟椎帮了傅明华的忙 也没有要与他道别的意思 马车朝长乐侯府所在的方向冲去 姜某某脸色惨白 牙齿状得咯咯咯地想 娘子 如今怎么办呀 不巧遇上了三皇子 虽说因为三皇子的缘故 一行人得以顺利入城 可是同时也相当于被三皇子 发现了傅明华的踪迹 始终是个隐患 傅明华笑了笑 却不以为意 她是真的不太在意 谢氏一死 她在傅家本来便尴尬万分 但是 谢氏哪怕做得不对 但有一句话却说对了 催贵妃 可能不会保她富贵 但却绝对会留下她的性命 只要有催贵妃在 傅家哪怕恨她入谷 也不能杀她 同样的 她将谢氏保下来 傅家哪怕就是知道 吃了这样一个闷亏 又能如何呢 最多如梦里一般 对她不闻不问 待她年长之后 将她许到陆家罢了 依旧拿她无可奈何的 马车停到了傅家之时 傅明华匆匆进了后门 傅府后门尚未关闭 恐怕 傅琪嫌此时还未回来 回到了房中 傅明华换了衣裳 匆匆往谢氏院中赶 院里 已经摆好了灵堂 傅嬷嬷跪在灵堂之前 看到傅明华出现时 长舒了一口气 知道 事情恐怕是已经成了 安嬷嬷的尸体 还摆在后头 白氏回去换束缚 傅侯也却不见踪影 傅嬷嬷在她耳边 小声说 去选狮子了 傅明华点了点头 由江嬷嬷 替她戴上了白笑 跪到了临时停放 谢氏的灵尊前 扮上之后 傅琪贤的数子女们才换了麻衣 匆匆赶来 等到天色微亮之时 傅琪贤才一脸醉醺醺的被人架回了长乐侯府 看到停放谢氏的灵鹫室 一个机灵 酒灯时便醒了大半 怎 怎么 她惊吓异常 已经连话都说不大清了 闻讯而来的傅侯爷 闻到他身上的胭脂香粉味 阴沉着脸重重一脚踹到他后背心中 傅侯爷虽说不会无意 但寒怒之下出手 依旧是将傅琪贤 踹得亮呛着朝前跑了几步 最后 一下子摔到地上 脑袋磕到了门槛 连惨叫都不敢 此时傅琪贤 自己也知道 恐怕闯了大祸 浑身哆嗦着 想要往屋里爬 却又使不出力气来 你还有脸回来 傅侯爷眼中闪过杀意 此时此刻 他真恨不得将这个儿子打死在谢氏屋中 好换谢氏活过来 一个谢氏的价值 远比傅琪贤这个废物要重要得多呀 傅侯爷闭了闭眼 深呼了一口气 他 他怎么就死了呢 傅琪贤浑身哆嗦着 这幅没出息的样子 让傅侯爷眼里的厌恶 又添了一层 院子中安静异常 傅侯爷上前将他提了起来 他无力地惨叫着 连挣扎也不敢 看看你创新的祸事 傅侯爷将傅琪贤提了起来 将他推到棺材边 刚刚还叫喊不出声音的傅琪贤 一靠近棺材 便像发了风似的挣扎起来 傅琪 傅 傅琪 他的脚在地上蹭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痕迹 却并没有什么用 常年酒色不断 早掏空了他的身体 傅侯爷盛怒之下推挤着他 他又不敢还手 因此仍是被推到了棺材边 碰的一声撞了上去 那棺材尚未盖上盖子 谢氏的尸体虽然已经蒙了脸 不过却已经将傅琪贤吓得不轻了 他心中发虚 哪里敢看棺材里的谢氏 嘴里只不停地念着 他 他 他怎么就死了 傅琪贤自己贪生怕死 便觉得旁人都跟自己一样似的 昨晚发了一场风 被傅侯爷赶出傅府之后 便出去了 没能完成送室交代的事 傅琪贤也没去送室那边 就害怕他会在自个儿耳边 唠叨个没完没了 所以 他去了洛阳河上的一艘画坊 傅家去宋氏那儿寻他的人 自然扑了个空 等到他喝得心满意足 又抱了个姑娘 双腿发软地回傅府室 才正巧 被傅府的人给逮住了 昨夜派人寻了他好几个时辰 不见踪影 看到儿子 傅侯也被怒不可遏 他在这头还在担忧着 皇上的不喜 以及谢家的责备 傅琪贤却在外头逍遥快活 傅侯也闭了闭眼睛 强忍下了心中翻腾的怒火 你好好瞧瞧 傅侯也按着儿子 趴在棺材边上 傅琪贤又怕又悔 眼泪便躺出来了 傅琪贤